郭文贵巨额情会孟慧卿,联手录制王岐山视频,中央纪委第十二纪检监察室原副局及纪检员孟慧卿受贿案,近日被北京法院审判信息网公开了其一审判决书。 判决书显示,孟慧卿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,并处罚金一百万元。 案中,郭文贵情会的数额最多。 2016年1月29日,因犯受贿罪,孟慧卿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,并处罚金一百万元。 其被扣押在案的约655万余元人民币被予以没收。 孟慧卿,1965年2月5日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,落马前系中央纪委,监察部第十二纪检监察室副局及纪律检察员,监察专员。 2009年,马门、马剑、何勇、孟慧卿等人奉命案中调查王岐山,不想被王知道,将马闻叫进办公室骂哭了。 然后,有小人在王面前进谗言,说国也参与了此事,王深信不疑,对国恨之入骨,按令傅政华家传圣旨,说奉了习主席的上语来办郭文贵的亲案,要将其满门抄斩。 信有内鬼报信,郭与儿子侥幸逃脱,其余人犯全数落网。 傅政华横讲义气,事先派其三弟邀请郭的六哥洗桑拿,全身脱光,在确信双方都没有安装窃听器的情况下, 暗暗向他透露了即将到来的抓捕,要他全家速速离开,但郭全家对此并不相信,措施良机。 王岐山认为孟会卿与郭文贵藏了自己18个U盘,20多淫秽录像。 郭文贵侥幸逃脱,孟会卿被判刑离被灭口不远。 孟会卿于2002年至2015年期间,先后利用担任中央纪委,监察部原八市三处副处长,原六市综合处处厂,原执法和效能监督市综合处处厂, 副局集纪律检察员、监察专员,十二市副局集纪律检察员、监察专员等职务便利,在案件办理、项目承拦等事项中分别为请托人郭文贵、吴某、杨某、王某谋取利益。 为此,多次收售或折索。取上述请托人给予的现金、汽车等财务折合共计人民币655.98万余元。 其中,郭文贵行贿的数额最多。判决书显示,孟会卿自2009年起,已买房款、现金等方式收售郭文贵供572万元,并以低价租房的方式受贿217532.55元。 根据判决书,孟会卿收售的最大一笔贿赂来自于郭文贵托其司机送出的300万元现金。 郭文贵司机的证言称,2011年上半年某晚,郭文贵让其到盘古大厦顶层他的办公室,指着一个大黄色牛皮纸箱,让其给孟会卿送去,并提醒说里面装的是钱。 箱子里估计能装下约几百万元。 孟会卿的前妻李某的证言指出,2011年初,他在阳台上发现一个用胶带封着的黄色牛皮纸箱,孟会卿说箱子里面有300万元,这笔钱是郭文贵给他的。 除这笔汇款外,法院认定,孟会卿还收售郭文贵272万元。 孟会卿之前妻李某作证称,2009年前后,其看中了北京市金权家园某项目,孟会卿告诉他,该项目是郭文贵开发的。 后郭文贵打电话告诉他让选两套房,说别的不用你管了。 2011年1月,孟会卿让他第二天去办房子手续,不用带钱,直接到郭文贵办公室就行。 多个证人正言指称,272万元的房款是由郭文贵支付。